你还要我怎样 王鹤丽的颜值是拿嗓子换的 一个演员却能凭借唱歌出圈数字 弟弟确实还是有点本事在身上的 露制你好星期六时 被杨子多次欺负就算了 连唱歌也逃不掉姊妹的嘲笑 雷刚才是不是假唱 显仓没有开我的麦啊 这个罗友还甚至不是我的身体 真的不能怪杨子笑得太开心 这歌声认识也在现场听了不想笑 只能说节目组不给他开麦 是有先见之明的 还有和沈月合作的告白地球 哪怕多年后和沈月再次合作 弟弟也不该往于风格 上一次和沈月合作的时候是告白气球 告白千球吧 是向热搜了那个吗 对对对对就是那个 叫弟弟的这首版本 在内语也是很火的 引得不少明星评价 就真真检验明星们情商的时候了 王河迪 我有个人半夜睡觉 睡不着觉唱得太难心 结果起床刚好翻 他们家煤气没有关 就有答应 王河迪自己跟我说 那你停下一下他唱一首歌 好听 他这怎么了 他这怎么了 你摆了三个rap听就没错呀 连粉丝们也忍不住嘲笑王河迪 当着他的面缝这首歌 真想采访一下王河迪 在粉丝面前数字的感受 好瞧你了关了好了 王河迪的音词 差点把音乐老师避风 长日出 对对对对你先 长日出 长日落 长月深长星星闪烁 长日出 长日落 长月深长星星闪烁 这个音对不对 那不要开口不用开口 很多人应该都听过 秦宵贤的第一炮 老秦唱歌还是能听的 甚至还是好听的 我们先先听一下 但当他遇到王河迪 我的妈呀 百灵鸟直接变音痴 不过和老秦一起喊麦那次 着实让我们有点意外了 就像左耳说的 王河迪就是适合这种唱法 看得出弟弟真的很爱唱歌了 不管怎样大声唱出来就完事了 这可能就是大家所说的自信级巅峰吧 而弟弟也不止一次这么自信了 他总觉得自己唱的跟原唱没有区别 有次还底气超足的 让大家去搜原唱对比 说一段神话 话说那么一家 这家夫妻俩生了个乖娃娃 猜 是哪个状态 你确定是在调上吗 确定 不是这么唱的 就是这么唱的 我得搜一下这开场局怎么去唱的 还真是这么唱的 另外王河迪还有一首出圈的歌 学猫叫 当时的弟弟还很稚嫩 虽然有一丝害羞在脸上 但这点害羞 还不足以盖住他的自信 你以为这样王河迪就认输了 他可是会偷偷在机场KTV小包间另唱的选手 可能大家就是喜欢这么可爱的弟弟吧 王河迪有一朋友也是阴痴 常在节目上多次跟他一起合唱 没错 那就是我们可爱的孟姐 孟姐的跑调无疑比王河迪更搞笑 每次两人都是王者过招 不分伯仲 总是觉得自己唱的才是正确版本 但事实是 两人唱的都不对 玫瑰玫瑰我爱你 哇 孟姐 你没听过这个歌吗 很难就是 一个字不在调上也是 你有什么资格说别人 对啊 你有什么资格说我 因为我都听出来了 那就是这么唱的 不是这么唱的吗 玫瑰玫瑰我爱你 你拉倒吧 你拉倒了你 你拉倒了你 这怎么唱 这个歌是怎么唱 玫瑰玫瑰我爱你 对 我唱的就这样的 我唱的是这样的 孟子一上节目时还爆料 自己和毛不易聚会唱歌 把他带跑掉 孟孟则是只想说 还好我喝醉不记得了 他还跟我大合唱呢 你记得吗 他真的不记得 他真的不合唱 就是感觉把他出道之间 所有唱的歌全都合唱了已经 而且我从来也没有见过 毛老师唱歌跑掉 你真的被孟姐带着跑跑 是吗 对 我也感觉你被我带跑了 因为我听咱俩唱是一个调 虽然弟弟和孟姐是阴尺无疑了 但他们有的歌还是可以听的 比如弟弟2022年版本的 告白气敲 听完感觉 弟弟把失去都拿回来了 在哪个班 做爱的咖啡 我收一杯 更差你的美 留下春莹的醉